今天馆姐给大家介绍一部上线变掌户豆瓣8.9的高分 第二季更是火道出圈 不仅以旺飞合作 还供应全球190多个地区 他就是2018年国曼最强黑马 刺客567 月黑风高夜 杀人正当时 一个神秘男人轻哼一声 带着柄长刀自删点花空而下 如同鹰一般冲进大楼 他是一名刺客 这次的目标是青龙帮老大 面对众多小喽喽 大行云流水手起刀落 短短十秒赶翻全场 固主的一个亿成功到时候 他就是江湖最冷酷崛起的刺客 阿七 可惜一个小学生买牛杂 打破了阿七的美梦 其他宝贝会有阿七跟他一起转行 阿七啊 跟着我去做刺客吧 因你的天赋做牛杂实在是太浪费了 再说刺客工资高 福利好上班时间还弹性 可惜阿七不上当 其大宝继续忽悠 只要当上刺客撞够前 就可以带他去斯坦国做手术恢复记忆 至于费用也便宜 先挣他个一百万 接下来便是对阿七进行刺客速成教学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刺客 使用工具少不了 其大宝拿出什么都能变得神奇 百变该八蛋 打小就聪明的阿七上的手就是一招 Style之兽 低俗 还有可以带人上天的神兽 小飞鸡 鸡如其名可以抓着鸡 带你飞上天 在经历各种歪气数 把非常不招套的套讯后 阿七顺利毕业了 紧接着迎来了第一个任务 受对方前女有五百块钱的委托 去婚礼现场解掉新娘的头发 即使阿七羊绒上线 假装成卡尔珠潜入会场 即将得数之际 新郎新娘的回忆视频 却让她出镜生情 为什么我没有过去的记忆 对于刺客 感情可是大忌 妈的感情的阿七 不仅剪掉新娘头发 还顺便给新郎一个喜剪吹 热情的服务遭到大批宾客追杀 逃跑过程中 阿七撞到一个西坦国的机器人 本来相安无事 不料机器人在看到身上掉落的令牌后 竟然打算干掉阿七 好在阿七一招帅气的一气预剑 刷的一下将对方手臂斩断 可机器人火力太猛 阿七干脑点不动 就在即将被干掉时 一个蒙面女刺客出现了 一刀砍断机器人的头 本该是英雄救美的浪漫环节 可女刺客看到阿七令牌后 竟然也想干掉它 幸好机器人启动自爆模式 女刺客只能先撤 可阿七还留在原地怎么办 这是小飞机三兵天将 傍晚机大宝告诉 福利桃生的阿七一个好消息 他已盘下一家发廊 用理发师隐藏刺客身份 还送给阿七一把崭新的剪刀 至此刺客排行榜 17369位高级发行师阿七正式出道 这天深夜 猫行人老大猫小咪 召集四大军事商议 明天该如何与汪行人开战 可惜手下一个个都是智障 好在某个靠谱的小弟拿出阿七的名片 提议用杀手干掉对方老大 接到任务后阿七很快就来到汪行人大本营 这里守卫戒备森严 怎么引诱对方都不为所动 阿七只好变身狗狗钻进去 大本营那部更是恐怖如死 随便碰到哪个玩具就会遭到全体狗狗的追杀 阿七只好拿出祖传的街舞技巧 平躺 靠着平地躺着狗躲过所有陷阱 结果一塌头 好嘛 汪行人老大就在眼前 面对左右护法的盘察 阿七 我摊赔了 我就是汪峰 还现场尬唱一段 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以 可阿七不知道的是 狗老大就叫汪峰 可怜的阿七被汪峰一手抓住 他怀疑阿七是人类假扮的 旁边的军师出了一个骚傲主意 正所谓狗改不了吃屎 说把现场就让小弟拉了一坨响 送到了阿七面前 来 吃吃阿七 受不了这种刺激的阿七变化了真身 一招戳瞎你的狗眼 戳穿狗老大的墨镜 没想到汪峰不讲武的墨镜底下根本没有眼镜 下面的小点才是眼睛了 阿七收招并用骚操作不断 但王峰也见招拆招 轻松化解 乌坑奈何之际 阿七上演逆天神操 靠着舌头戳中他的眼睛 气疯的老大开启摇滚模式 发动魔音棍耳 在空中对阿七打出一套 终极连招 不料这一顿打 却浑现阿七内心 黑暗的记忆 阿七红眼一开 轻松捏对狗老大的吉他 正打算不刀 记忆却突然消失了 狗老大趁进一招恶狗破尸 这时去看到了阿七身边 自己年轻时的账片 瞬间他明白了阿七的来意 当年他与小咪 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 汪峰还许下承诺 如果某天我背叛你 那就刺下我的狗眼吧 可某天狗老大 路过一家杂货店 从电视里得知 猫和狗鼠无法生出宝宝的眼 狗老大深受打击 小咪那么爱宝宝 为了小咪的幸福决定离开 听完如此狗喜的故事 阿七指责够老大 我只知道 你不说出来 对方就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心意 当天晚上 汪峰只剩一狗 来到小咪的大本营 先是带着心爱的小吉他 来一首爱的供养 再来一段深情的告白 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小咪咪 在汪峰的一套组合 全公式下 成功取得小咪咪的原谅 多么令人感动的 重逢 可惜啊 这个汪峰竟然是阿七假扮的 正大阿七 会有小咪咪 记得给人家刺客 大签加好评时 上次的神秘女刺客 再度登场 她正是刺客排行榜 第37位 玄武国刺客 梅花十三 她的目标 竟然也是汪峰 男友好不容易回心转业 竟然敢有人 不吃死活的 前来暗杀 愤怒的小咪咪 罩子小弟 打算弄死这个挑事的刺客 穿着梅花十三 被一群猫小弟拦着 阿七果断开流 背黑锅这种事 她才不会去做呢 看到梅飘竟然敢逃 十三甩开锐冰 想让她出去 被逼无奈的阿七 掏出该八蛋 变身小狮子 还没等穿口气 怕来只狗 正好打算对着她撒尿 阿七猪 哪能人 磕碎的行踪 再次暴露了 面对十三的盘问 阿七趁机用剪刀 划破十三的面具 呦吼 莫想到还是个大美女嘞 阿七联盟版出迷人pose 开始自我介绍 以及尚且单身的情感状况 还没等约上完 暴露了十三 就将自己三十八码的小脚 狠狠地印在她脸上 感情受促的阿七 召唤小飞机 打算逃跑 却被十三FA标给射了下来 阿七少使出最后的绝招 分手吧 戒刃 剪刀一封为二 威力大增 十三招改变策略 舍弃手上的两把短刀 打算近身先干掉操纵剪刀的阿七 至此全片名场面出现 虽然遭受了致命大击 可毫无求生运的阿七 还是竖起大拇指 刚才那一下不错哟 凶怒的十三彻底暴走 踢着刀刺痛而出 发出全力击 正当阿七已经无法抵挡时 一只大手猛然出现 轻易地将十三的刀给捏碎了 两个人一脸蒙蔽 这儿是哪来的步骄 竟如此勇猛 原来这是小飞机的暴走形态 鸡肉鸡 只是普通一拳并将十三击位 十三金额之际 小咪咪已经赶人 猫咪大惊赶到 腹背受敌 十三只好撤退 用口哨召唤出了一只沙雕 将自己接走 哼 臭流氓 看看我的脸 还亲了一口 这个梁子我们算是结下了 这天军冷会大妈江主任来到理发店 交给阿七一张照片 你懂我意思吗 照片上的大叔 发型虽然有些别致 但阿七身为高级发型师 一顿咔咔咔 瞬间神还原 江主任当场炸毛 老娘是要你杀人 是要你个人剪头发 原来照片上的大叔是一个变态 阿七收费五百 接下了这个任务 这个人偷偷摸摸 看起来就不像个好人呢 阿七偷其所好 便是内裤被大叔给捡回了家 推开门 大叔的屋里挂着各种各样的内裤 一看就是老变态了 就在大叔想试穿下阿七这个内裤时 江主任推门而入 原来他觉得阿七不靠谱 提前在他身上撞了追踪器 作为纯净小岛协会的会员 守护小岛纯洁 我被亦不容辞 这种偷内裤的行径简直恶劣 可惜大叔居然是一个正经人 虽然他有点义务癖 但他从来不干偷内裤这种恶处事 这些都是他花钱买的或者捡的 江主任没理会大叔 举起火把就要净化这里 还好阿七即使出手阻止 阿七十分厌恶这种随意干涉别人的行为 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小爱好 有人喜欢收集手办 有人喜欢收集看片 虽然大叔收集内裤的爱好 有一点点的猥琐 但他不偷不抢 行为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其他人又有什么资格干涉别人的爱好呢 江主任认为这简直是歪理 派出手下两人大将抓住阿七 做护发针子 使出爱的魔力转圈圈迷惑阿七 又护发熊姐趁机一招铁商铐 打得阿七嗷嗷叫 大叔还想上去帮忙 也被江主任一棍甩飞 还把大叔珍藏的内裤统统毁掉 震动的阿七想起了鸡大宝的教导 要利用对手的弱点 哼 喜欢沉洁是吗 先是把真子的裙子砍断 再把熊姐的眼睛剪碎 本想轻松拿下江主任 可他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阿七火力全开也只能五五开 眼看就要被压着打 阿七使用剪刀偷袭他的头发 趁机一招轰到他脸上 这一举动彻底热毛江主任 臭小子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美少女的脸可不能随便打 暴怒的江主任直接开启大招 无奈的阿七使出辣硬绝招 打阿鹏斩翅 成情的江主任看到这个货竟然脱裤子 吓得当场溜辣 变态大叔正准备赶下阿七时 这祸惊人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挺好看的哦 很快阿七接到一个大单 这次刺杀任务是陈阿婆 一个身长碰瓷的老太太 一颗橘子都敢卖你两百块 你要是敢不买 分分钟倒地告你欺负老人 恐怖到连小混混都要听他的 阿七装成纸盒色未遂 结果被爱占便宜的阿婆 一眼相众 啪啪啪一顿菜 折成四方块准备卖废品 阿婆要去学校接孙子放学 路过了大黄 想抢他袋子里的骨头 想占他的便宜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一人一狗展开了垃圾站 便咬住关键部位的阿七 实在认不住变身回来 一脚将大黄给踢飞啊 不过阿婆不仅没有感谢 还化身柔默默 朝着阿七就是亮真 深受打击的阿七决定逃离这里 结果被追上 对着屁股又是一针 刚放学的小孙子 认出是阿七给自己剪成了地中海 阿婆瞬间消遇着爆发 阿七想起来 昨天自己确实帮小皮孩设计发型来着 他爸爸还出钱 希望阿七干掉阿婆 也就是说 要杀阿婆的人 竟然是他的亲儿子 还没等阿七细想 阿婆变身陈年黑玫瑰 一套要你命十三边 臭得阿七怀疑人生 眼看计划A失败 机器手机大宝神亮登场 穿着阿婆殴打阿七 直接使用弩剑瞄准他孙子 按照阿婆的性格 肯定我舍命相救 下一秒飞驰的弩剑击射而出 阿婆果然挡在了孙子的面前 都是我做的恶 让我下地狱吧 深受触动的阿七召唤出剪刀 替阿婆挡下致命攻击 一晚回到家的阿七 想不通人性为何如此复杂 道德败坏的老人 可以为家人付出生命 一关楚楚的儿子 也可以为保险杀害亲生母亲 阿婆虽然是个坏人 但她却是一个好奶奶 人果然始终是复杂的生物呢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阿婆呢 故事来到第六话 这次任务是 刺杀美少女 邪恶的阿七拿着剪刀 慢慢地将少女逼到绝路 我为什么这么命苦 美女叫做可乐 等她知道自己今天就要死后 立马拿出了医院清单 只要能够完成 要杀要寡 绝无怨言 善解人意的阿七同意了 两个人一起一口气 喝完了一瓶七水 站着去厕所 看人当众裸奔 当然这个人是阿七 报复医院扎针的护士 一起去高级餐厅吃霸王餐 暴走喳喳前男友 居然被打得抢杀阿七 这种小妻姐就不要在意了 总之阿七是竭尽所能的 陪她度过人生最开心的一天 医院清单完成了 可乐就突然有一些反悔 她有点舍不得这个世界 原来可乐患有癌症 作文化了的她 头发早已掉光了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她不想平淡地死在冰床上 于是她就顾了阿七杀自己 死于刺杀停下来多酷啊 那是只有大人物才享用的待遇 最终阿七也没有人下心来动手 她要带可乐剑一为神医 那可是只剩两条腿 都能把人救回的大佬 那里一定可以治好她的病 刺客任务一直失败 又收入为零 苦逼的阿七只能去海边卖椰子 还没等她给小姐姐擦防晒霜 就被吉他宝一把拉揍了 这次的委托人是 害防部的陈伯 最近呢 有三只潜艇靠近小岛 陈伯希望阿七潜入最大的那艘 干掉他们的老大维护小岛安全 虽然海防部已经十年没发过工资了 但陈伯还是拿出了小金库 88块钱的巨款 还送给他自己珍藏多年的用户 阿七夹搬成一条鱼潜入海里 在长沿眼前上演一出溺水好戏 哇 有条鱼溺水了 对方果然上当了 两个小弟激烈争论 是清蒸好吃呢 还是烧烤好吃呢 拉炸间差点把阿七搞死 船长想象出场第一座城自宣 掏出配件就登场开吃 船长要不要帮你摁住 闭嘴 阿七凭借联合的走位 就是看不中 记不记 害得老大在小弟面前丢脸了 趁着船长发怒 阿七使出六七四十二路刀法 进来拨精彩的刺杀 可还没有等阿七冲过去 就跟船长一巴掌飞飞了 就这种烂鱼烂虾 应该挑战我海洋霸主 杰克船长 看到头发披上的阿七 船长突然似曾相识 当年他还是人见人爱的帅小伙 某天他在斯坦国进行交易 一切都很顺利 就在对方打钱时 某个该死的刺客 出手干掉了雇主 还以一种诡异的身法 躲过了自己的攻击 翻射了一箭 当场给他胸口 留下一个巨大的伤疤 那个刺客 与眼前的人 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船长出手试探 结果一前将其打飞 船长很懵圈啊 胃毛长得一模一样 势力差距这么大嘞 傻孩子啊 因为他现在是小号啊 为了这次任务 陈伯将自己唯一的海军库卖掉 阿七不愿辜负陈伯的期盼 于是决定打破潜艇 同归于尽 看着这个傻小子 船长决定跟阿七玩一个游戏 只要能让他的脚移动一下 就会主动离开 这种小游戏 怎能难得到天才阿七呢 他先扔出了一个鸡蛋 分散船长的注意力 再趁着他回头猛的一个鬼脸 直接吓得船长后退 就这样 阿七成功起身了 临走前船长告诉他 自己只是碰巧路过 根本没有想着入侵小岛 好家伙 何时白费这么大功夫 阿七呢 最近又接到个大伙 帮富婆干掉出轨老公 任务简单轻松 阿七很快就找到了 本次目标 光头哥 当光头身边 总跟着一个 浑浑的小平头保镖 五边形的脸庞 拽了一个小眼神 只一眼就看穿了阿七的伪装 保镖名字叫做何达春 是个尖姿保镖 保镖排行榜1736位 阿七还想用剪刀搞偷袭 和大纯把讲武德 直接从裤兜里掏出来把枪 哼 大人 时代变了 超速的阿七决定忽悠大纯 敢不敢来一场 拳拳盗肉 男人间的格斗 一根筋的大纯果然上当 然后是染出金刚不坏童子身 兴奋的把阿七抱索一顿 光头哥打算离开 不死群的阿七还想偷袭 却被大纯一个 情笔金间七天锁 此此捆住了 这个技能一旦发动 必须要爆满七天风能解开 也是两人过上 一起吃饭洗澡 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一直抱着又不是一个办法呀 阿七决定走情感路线 他询问大纯当保镖的原因 大纯心思淳朴 他当保镖只是想保护别人 就在两人交流感情时 危机来袭 一枚洲际导弹朝着小岛袭来 望着海滩上不明真相的游客 大纯强行解开七天锁 他不仅是保镖 更是保护小岛的保安 大纯使出进阶版金刚不坏 硬钢导弹 蓄力的爆炸瞬间将它吞没 烟雾散去 小岛安然无恙 大纯则掉落海地 生死不明 好在小飞机变身凶贵 将大纯从海里捞上外 随即炸开一场花式营救 随着炮击结束 一个带有斯坦国标志的机器 漂浮在海面 机器里面钻出来了一个四眼仔 他便是斯坦国的王子 身上的衣服看似衣服 其实是战斗机甲 阿七还打算找他商量精神损失费 王子透过扫描发现 对方以玄武国首席刺客 相似率高达百分之百 急忙使出光剑毁掉阿七的剪刀 王子打算彻底解决掉他时 小飞机将树上的阿七带走 王子来自的主要并不是阿七 于是火速开始 自己对小岛的拆迁计划 他通过机器人的大喇叭 向小岛宣布 岛上的居民你们好 我是斯坦国王子 我要取走岛上的能量石 用于科学研究 能量石一旦被取走 小岛就会沉没 希望你们赶紧逃走 至于拆迁款 日后再说 帝国王子竟然想白嫖 岛上的各大势力纷纷出手 套伐王子 苗星人老大首先出战 使出金刚爪冲上去 结果只能是疯狂白给 王星人老大王丰 英雄就美 使出龟处音波发动攻击 却被王子利用科技装备反弹 直接失去战斗力 陈伯想开枪干掉王子 光是被音让干到 关键是个美少尼克勒醋嘛 谁知王子是一个十足的渣男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尖的速度 春经协会的白莲花江主任 看到王子如此一番贬低女性的言论 他决定首次王子替天行道 虽然江主任武力超拳弹 和王子也不是吃素的 伤害就是一发能量弹 面对如此气势雄雄的攻击 江主任爆发出萧丽宙 反手将能量弹扔向圆形机器 强光摧毁敌方水晶 被偷架的王子十分盛气 射出跟踪弹 已经无力再战的江主任 打算拉着王子捅归于尽 不料王子居然还有防护罩 就在江主任被击中的一瞬间 阿七以气与刀 挤出魔刀神亮登场 江主任 年纪大了就不要玩这么刺激的东西了 等我来帮你搞定这个四眼仔吧 时间回到十分钟以前 大川拿出自己全部的技学 希望阿七能够出手 干掉这个破坏小岛的黑心拆尖伤 大宝不希望阿七接下这个任务 要知道这个世界分为三大势力 武功高强的玄武国 科技发达的斯坦国 以及战力为零的普通人 斯坦国的人虽然弱机 但他们至少高达250 他们认为科技是最强武器 与特上武学的玄武国是敌对关系 两大国家相互战争 只会证明科技与武力 那个最强 斯坦国王子太有危险 阿七过去只会送死了 我拼尽全力试一下 又怎么会知道啊 阿七的一番话 让大宝想起了小飞机的爸爸 大宝扔给阿七一把新武器 这是阿七事业时一直随身携带的 两年前大宝在海边遇到快死的阿七 虽然沈一出手救活他 但大宝也签下100万的高额医疗费 所以才骗阿七当赐个还债 可还没等大宝说完 阿七就带着小飞机离开了 在救下江州人后 阿七与王子开始大战 可刚开始几个回合 阿七的刀就碎成了渣渣 生死关头 护肤狂魔梅花十三干道 阿七的命是我的 轮不到你来动手 小飞机也变身凶贵模式杀入战场 两人一击的同时向王子进攻 王子只好开启战斗模式 变身后的王子战斗力暴增 一脚一个将阿七他们踹飞了 阿七抓住王子释放能量弹的空气 推开十三 并瞬间伪装成一个落叶紧身 趁其不备 使出高方半 情笔尖尖七天锁 严重了十三就要不到成功了 没想到王子还藏有一招 时空凝固炮 阿七只好以命换命 将本已化成碎片的剪刀召唤出来 台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 那我呢 面对一头先凉的穿行一击 王子居然慢性复活了 原来人类的心脏太脆弱了 王子早就给自己准备好了后背心脏 小飞机疯狂地给阿七进行心肺复苏 最强战力阿七宾死 王子开始追杀剩下的人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阿七终于响起大号的密码了 首席刺客七正在尝试重新连接 以前的记忆浮现在阿七脑海中 他曾是玄武国最强刺客代号七 某天为了救一个女人 他不惜与整个刺客联盟为敌 结果却在最后遭到女孩的被刺 绝望的七摧毁整个血液 刺激也跌落冰冷的汗水中 此时阿七的大号上线 如恶魔般苏醒 霸气地露出了十三 我今天就要带他走 我看一下谁敢拦我 随手一回 碎掉了武器合传魔刀千刃 提刀变下着王子杀剧 恐怖的威压 王子都感觉到害怕 联盟开启二十级能量盾 没想到魔刀千刃自带物理穿透 直接砍断王子的胳膊 静不静心依不依赖 王子接盟召唤求行 此人实战人机合体 打算将小岛移为平地 怎料阿七将魔刀化身四十米的大砍刀 一刀将王子送回老家 可阿七不知道的是 他与王子的战斗画面 都被一旁的十三现场直播 榜一的十三师傅 更是下达杀人夺刀的命令 故事的最后 十三当然没有动手 还为了阿七找铁匠雷神 帮他打造了一把新的剪刀 阿七在神言的救治下顺利康复 请难的他也再度回归小号 属于他的刺客故事还将继续 你敢相信这个普普通通的理发师 竟然是排名第一的最强刺客 今天关节为大家带来 理发师奇幻冒险 刺客五六七第二季 最近阿七的对面 新开了一家理发店 新店开业大臭兵 冲五百送五千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最可恨的是这三个沙马特 现场找来一个大叔 顺着呼吸 龙卷风摔毁停车场 中国好剪刀 轮番上阵 直接给大叔弄出彩虹狮子头 遇到这种名目张胆抢生意的 阿七爆脾气上来 咔嚓就是一剪刀 西剑锤三人组 瞬间化身人肉战车 向着阿七杀去 狼狈地逃回家去 阿七又遭到大宝的熏斥 刺杀魂魂失败 现在生意还被人抢 阿七呀 大宝对你很失望 就你这还想去撕罕国之命 先喝西北风吧 就在这时 五兵型小平头上门 最近岛上来了很多刺客 小平头希望阿七 出手解决掉这群刺客 阿七联盟表示 阿四儿 我们这可是正经生意 你可不要乱讲 我们就想 你们可能有办法找到他们 所以想请你们来协助我们 捉住他们 保护大家的安全 但一听到小平头说 抓到刺客是有奖金的 每人悬赏十万 大宝立即高调表示 抓刺客 我们是专业的 送走小平头后 阿七很担心 自己实力这么弱 肯定打不过那些 杀人不眨眼的刺客 小伙子 你不要忘记自己的大号呀 早有准备的大宝 拿出自己最新发明 七字号发辣 这表面上是款发辣 但当给敌人做造型时 只要按下侧面的开关 就会发射毒标 真正做到杀人于无形 阿七十分纠结 小吉岛这么大 到哪儿就知道刺客 难道跑到人家面前了 你是刺客吗 没想到对面的人十分震惊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小吉岛果然草龙模糊 他就是阿七排名 三三次六位的 杜神阿发 阿七慌张地套出发辣 想要先下属为强 飞标却扎到堵神的杯子上 阿发提出用摇骰子抑着胜负 谁点输大谁赢 没想到阿发用力过猛 直接把飞标扎到自己身上 当场包庇 随后阿七惊恐地跑到一家牛丸店 这不是手打牛丸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隐藏得这么好 阿七的运气真是没谁了 店长正是刺客排名2999位的手打牛丸 他撩起吐得发光的额头 随后一个蛮牛冲撞 一套连招将阿七打到五法子里 小子 这一招下去 你可能会死 但阴险的阿七化身牛丸 一口咬住老牛的尾巴 墙中的老牛摸不到自己的尾巴 但他也是一个狠人 直接驶出太山压顶 鸡花菜满地上 阿七决定去厕所好好压压精 然后就遇到了一位最特别的普通刺客 你应该是这个动画 唯一一个会穿成这样的刺客吧 哎呀看来今天不宜出门 阿七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有人欺负陈伯和可乐 那人学问可乐 谁是这个岛上的最强刺客 可乐毫不犹豫出卖身后的阿七 自然是快刀手春风一郎 随后一郎摆好pose 准备使出传说中的拔刀术 谁这只小子不想武的 从刀里射出子弹 寄到阿七 正在一郎得意的在那显白的时候 阿七像没事人一样从地上站起 他刚刚用剪刀夹住子弹 阿七十分看不起这种人 战斗就应该堂堂正正 使用卑鄙手段取胜 也是会被人笑话的 阿七的话点醒一郎 其实他也是有苦衷的 一郎每天都在坚持磨练剑术 可是每次遇到敌人都会退缩 后来他就开始用卑鄙的手动获胜 这次一郎决定来一次公平的较量 就在他以为可以击中阿七剪刀时 剪刀突然一分为二 就在一郎满脸懵逼时 阿七一拳轰在他脸上 一郎被阿七的强大所折服 他竟然问到阿七到底是谁 既然你诚心诚意发问 那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 我就是这个岛上最强发型师 擅长空气刘海 价格清明 服务优质 西剪吹一律只要15元 说完这段话后 阿七潇洒离去 在探望陈伯的时候 西剪吹三人组又来挑衅 然而十三出现 再次砍掉红马的头发 十三穿阿七离开这里 以后会有更多的刺客出现 贪财的大宝 看住发起的机会不想离开 今天有个戴着口罩的亮子 找阿七做头发 此时的阿七正在帮汪峰设置发型 不愧是最强发型师 虽然连狗都可以做造型 阿七一眼就认出过来的是一郎 最近他在一家便利店打工 喜欢上个姑娘 想做个好看的发型 增加成功率 阿七一听 这个我熟啊 立马设计出一款完美的平头造型 傍晚十三再次找到阿七 上次斯坦国王子事件 师父让他杀着阿七把刀夺回来 可是一想到阿七拼死救他 自己怎么都下不去手 最后只是把刀带走 而这次他来 就是想跟阿七公平打一场 看到如此杀气腾腾的十三 阿七转身就跑 一路连跑带躲的 来到了席剑村门口 可怜的飞主流老大 再次被削掉头发 面对十三的飞刀攻击 阿七坐舵右闪 最后一屁股坐到栏杆上 遭到致命打击的他 与十三一起飞出去 阿七还想使用变身术 却被十三一一识破 阿七只好使出绝招 召唤小飞机逃走 临走前还静细细的表示 已经很晚了 明天见 就在阿七以为自己安全时 十三的宠物将小飞机抓走 阿七再次逃跑失败 眼看逃跑一点作用没有 阿七提出用三招决出胜负 如果阿七输掉就逃离这里 永远别回来 阿七获胜 十三就把磨刀千刃还给他 师傅当年曾经说过 感情可是刺客的大忌 想到这里 十三直接使用出大招 双刀流 双凤一月 恐怖的光波向着阿七袭来 阿七丝毫不慌 变成十三手中的一把刀 两人愉快地手拉着手 这时 阿七察觉到后面有危险 一把露出十三 用他的辫子挡住敌人的飞镖 顺便来一曲优雅的花儿子 阿七扔出飞刀 果然树上掉落下一个人影 正是十三的姐姐梅花十一 十一人狠话不多 一看透析失败 欢欢出翅膀直接离开 一旁的阿七结巴地大喊 哇哦 是文艺天使 竟然偷看其他小姐姐 十三反手就是一巴掌 还说三招一出 是自己输了 他会把磨刀还给阿七 临走前十三还送出了暗杀令 以后会有更多次 可来到这里刺杀上面的目标 能不能保得住他们 就看阿七的本事 阿七正在给流浪汉烂命华丽发 但这家伙实在太穷 竟然想拿秘籍抵战 少年呀 我看你骨骼惊奇 这里有些无辜秘籍 龟派气功 你随便挑一本 激动的阿七 立马向中最有必格的 潮流发型大拳 傍晚一只神秘狗 夜洗翁风大本营 汪峰本打算用摇滚吉他一句胜负 神秘狗突然弹起悲伤的情歌 不禁让汪峰想起自己逝去的青春 那让人心痛的音符 哎 怎么就扎在我胸口呢 汪峰完败 下一秒他就从医院醒来 老七人小喵正陪在他身边 大宝认出那一招是失传已久的悲情魔音 想要对付杀手就要交给专业人士 鸡贼的大宝决定引狗出动 他让阿七假扮汪峰大半夜跑到空地上喝红酒 虽然很假 但神秘狗果然被吸引过来 可他也不是笨蛋 直接上演捆绑 你们以为我看不出他是假的吗 结果摘下汪峰的眼睛一看 这家伙竟然是真的 而我们的阿七早就变成红酒瓶 一朗头把神秘狗打晕 再使出情笔金尖七天锁 但神秘狗淡定的弹起吉他 画风再次崩坏 在场所有人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备胎人生 阿七站立全无 就在这关键时刻 大宝及时纠场将阿七拉回现实 而阿七也想出破解办法 只见他与小飞机使出人机合一 利用速度与神秘狗缠斗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阿七使出独门绝技香港脚 可这十年功力的香港脚 根本没有效果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狗 而是喵星人二当家喵才 当年他跟小喵表白失败后 本想去大理寻找艳遇 机缘巧合飘到玄武国 在那里喵才得到爵士高人 九指秦摩的指点 学得备胎摩音 学成归来的他本想向小喵表白 但还是被汪峰抢先一步 于是他找到汪峰决斗 只是想证明他才是配得上小喵的男猫 我喜欢他 根本不是因为这些 你不用证明什么 你本来就是个好人 再次受到好人卡 喵才悲痛一觉 选择再次离开 零搜前还送给阿七选武国的路线图 这天 克勒邀请阿七一起出去玩 遭到阿七的拒绝 身为首席发行师 他的时间要用来学习潮流理发大权 克勒直接化身富泊 将一跌钱甩到鸡大宝面前 我现在以大宝法郎CEO的身份命令你 今天你就是他的人了 于是阿七只能借着了亲爱的小摩托出门 路上阿七问克勒有没有去找神医 但克勒表示 自己的病用依靠成年佛乳 只能抑制 无法根治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生气的日子好好享受 说完便蹦蹦跳跳的离开了 而阿七也遭遇到某个西医的刺杀 阿七的嘴巴被堵住 无法呼吸 只能活活等死 阿七本想找路过的大爷求咒 都因为没戴头盔 还被大爷罚款两百 另一边 人魔狗样的斯坦国王子 再次溜回小街道 上一次 他的机器人被阿七毁掉 爆炸前 他将核心分离 丢到小街道 现在他终于找回核心 在王子一般操作下 核心变成飞行器 就在王子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种了可乐的叮身术 可乐威胁他 要不 你带我去你们国家玩一点 要么我就让阿七再过来 把你打一顿 酷逼的王子只好答应 兴奋的可乐摘下王子的眼镜 大喊 那我们出发吧 没想到 摘掉眼镜的王子 颜值爆表 但可乐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阿七 仍然跟刺客进行耐力大赛 即使被撞个半死 小蜆蜴依旧在咬牙坚持 来到斯坦国 王子给可乐进行一个 全方位的检查 意外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可乐是斯坦国 与艺能国合作的产物 他们本想制造出 拥有高智商 高艺能完美品 但实验失败 可乐由于基因变异 患上癌症 他的母亲也因为盗取资料 被全国通缉 王子提出让可乐留在斯坦国 配合他们实验 一定可以治好他的病 却遭到可乐的拒绝 他还要回去找阿七呢 回去的他发现 阿七还留在原地 看来阿七与西的比赛还没有结束 毒舌的阿七还不忘吐槽 如果你刚刚用舌头 累我脖子的话 我就死定了 啊 我为什么没想到 最近由于发廊 生意不景气 阿七又开始兼职卖牛杂 这时他接到大宝的电话 有个大顾客 点名要阿七剪头发 只要做好这一单 发财不是梦 可阿七不知道的是 这个大顾客 就是他的老熟人杰克船长 另一边十三找到铁栏 请他帮忙鉴定一下魔刀千刃 董行的铁男立即表示 这可是神断国的宝贝 攻击千兵文化难以阻挡 看在我们认识的份上 卖给我呗 回到发廊的阿七发现 大宝正被人吊起来 杰克船长这次来的目的是 报当年的一刀之抽 你要找的是阿七 关我阿七什么事 但是杰克船长不依不饶 如果今天敢不答应 他就要请阿七吃烤鸡 想到这儿阿七嘴角 流下不争气的口水 阿七本想发动以气欲剑 船长的头却以一个 不可思议的角度躲过 好在阿七是想生动机器 趁机救下大宝 没想到飞过去了剪刀 被两个小弟的大招挡下 不信息的阿七多次尝试 但都被小弟的激情盾给挡了下来 眼看时间就要耗尽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击败杰克船长 阿七运转内力 准备发动大招 强大的波动 连远处的十三都能感觉到 虽然此招威力巨大 但还是被杰克船长躲过 同时船长发动必杀技 深海恶灵 不仅打断阿七的一根肋骨 还将阿七胖揍一顿 当年阿七恐怖的一刀 险些让船长丢摇性命 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 这个仇他今天一定要爆 眼看绳子就要被点着 自己的所有招数 又无法打败船长 阿七缓缓站起身 现在的他虽然失去记忆 如果当年真的伤害到杰克船长 他不会逃避过错 就在杰克船长 以为阿七即将发动攻击时 剪刀静直划过阿七的胸膛 留下同样的伤口 这一刀是我还你的 说完阿七便倒立不起 一旁的护肤矿摩13心疼不已 连忙上前威胁船长 你敢动他 我就弄死你 跟上巴手的船长 看到13背着的摩刀千刃 并打算将其据为己有 就在船长向孙神的13 发动攻击时 倒下去的阿七 脑海中闪过一些画面 当年有个女的被蛇药追杀 追寻刺客院子的阿七 没有渡管形势 最后那个女人被杀 不愿再有这种事 发生的阿七双眼通红 大号阿七重新连接 随手召唤出摩刀千刃 摩刀瞬间化作千万碎片 由暴雨般气象结果船长 随后阿七把抱住13 再次与船长擦肩而过 就在船长得意 自己身上没有伤口时 下一秒他的头发 便被砍去一半 羞愤的船长 立马带着小弟逃走 13还傲娇地表示 叫我干嘛 又不是打不过 正在两人甜蜜时 一阵香味飘过 原来是无人关心的大宝 要被人扛熟啦 之后大宝带着阿七 去水一那里治病 再次签下5000块的医疗费 而不要脸的阿七再次找到13 送给他一套漂亮的泳衣 这天有个带着头套的神秘男找到大宝 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阿七与小飞机遭到绑架 神秘人告诉大宝 如果想救他们 就去西江那个工厂 大宝连忙火急火燎的跑去 到地方才发现 这里不就是当年大飞挑战山鸡王的地方吗 大宝隐约察觉到几分不妙 随后乌云周壁天空 远处的树下传来熟悉的声音 竟然是山鸡王 当年他使诈杀死大飞 然后被全力爆发的大宝干掉 没想到他私立逃生 还成功被改造成鸡血机 山鸡王嘲讽大宝的身材 还是那么Q弹 仇人见面凤外眼红 山鸡王表示 15分内打不死你算我输 上次大宝变身战斗机侥训此胜 面对升级版的山鸡王 很快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尽管如此 大宝还在担心阿七他们的安全 原来铁汉和阿七 在街上看到一台自动理发机 只要5块钱就可以自动剪发 身为高级发型师 阿七立马坐进去体验一下 然后就倒霉地中了山鸡王的技 大宝对于山鸡王这种课金行为非常不满 有本事脱掉装备怎么单挑呀 山鸡王十分不屑 知道我这么多年怎么过的吗 当年山鸡王被大宝打败 机场输掉一大笔钱 一二三道大批人类追杀 机缘巧合下 他成为斯坦国的实验品 每天都要躺在肯德基盘运舱 做机体实验 经过9981难 山鸡王侥幸活下来 并进化成如今的机械形态 但山鸡王不知道的是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现在的大宝不用靠强化剂就能变身 变身战斗机的大宝实力大增 不仅轻松躲过山鸡王的大招 还狠狠地在他胸口挠了三道杠 就在这时 情况急转之下 山鸡王的机械大脑分析出大宝的战斗方式 只见他身后飞行器火力全开 两机开始爱的魔力转圈圈 趁大宝没有防备 审身到他面前就是一剑 可大宝也不是吃醋的 抓起山鸡王的鸡腿就是一个被摔 没想到山鸡王发射出机械飞拳 一把将大宝抓回来痛打一顿 山鸡王简直就跟钢铁下一摸一样 最终 大宝的变身时间结束 被山鸡王踩在脚下 山鸡王羞辱他 如果肯求饶就放过阿七 而自尊心极强的大宝 居然低声下气地肯求他放过阿七 山鸡王嘲讽大宝 这么厌恶人类的你 竟然每天和人类混在一起 真是丢人 大宝躺在地上静静思考 以前的他十分厌恶人类 当时哄骗阿七做刺客 也是想看到人类之间相互残杀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看到阿七拼命保护别人 大宝的心态开始改变 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十分开心 渐渐的就不再殖民于复仇 内心阴暗的山鸡王看不惯别人幸福 正打算一炮轰掉大宝 天空中的乌云散去 死去的大飞神兵天降 一下子刀在山鸡王的脸上 别说山鸡王 大宝也是满脸懵逼 难道是好兄弟诈尸 山鸡王想起以前失败的事情十分暴怒 十万马力的重向大飞 但所有的攻击都被化解 还没等山鸡王反应过来 就被变身凶贵的小飞机锁住 阿七趁机剪断山鸡王的动力系统 山鸡王很郁闷 这俩人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原来当时那个破自动理发机 把他们发射到海里 恰巧砸坏了几颗船长的潜艇 所以就又给原路扔了回来 阿七还想弄死山鸡王 大宝却突然说 咱们回家吧 以前的恩怨就到此为止吧 傍晚大宝很愧疚 当时会有阿七做刺客 但阿七却十分感谢大宝 当年救下自己 他很喜欢现在当理发师的日子 这天烂明华又来找阿七理发 但他竟然想白嫖 还提出自己可以致电阿七 烂明华指出 阿七的气过于分散 要将全身的气集中在金金上 还没等他说完 外面飞进来一封情书 原来是十三喊他今晚八点 去海边约会 什么什么 竟然是约会 阿七正计划着 晚上穿什么衣服合适 思考不理会一旁 失血过多蛤皮的烂明华 为了今晚的约会 阿七疯狂练习傍晚的车场方式 还要牙花三十块钱大洋 买了一只黑色的玫瑰花 关节珍重提醒 男孩子千万不要学 顺便从隔壁马沙特手中 扛过来一件说爱奇西装 一切准备就去 随着夜幕降临 阿七骚气的登场 可是小十三怎么看起来不一样呢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妖子就被狠狠炸了一刀 原来是十一打扮成了十三的模样 由于刀上有毒 阿七根本使不上力气 还出现严重的幻觉 就在阿七即将领便当的关键时刻 小瓶头大春闪亮登场 孤囊寡女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十一联邦表示 我们正在约会呢 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可以吗 这么多空间够不够啊 十一突然发现 大春也是刺杀令上的目标 于是他开始引用大春 可是身为岛上头浩之难 十一的美人机完全失效 气不过的十一直接变身准备银钢 两人打斗的画面 在中毒的阿七眼中 却堪比毕加锁的抽象画 无聊的他只好看起潮流发型大拳 没想到这一刊仿佛打通认毒二脉 那是腰也不痛 肩膀也不酸 还将体内的毒给逼了出来 使出以气欲剑支援大春 十一看到举手不对 就想逃跑 但江主任出现 直接一炮将十一格轰了下来 穿得这么暴露还赶出来乱跑 江主任便打算用白脸大法 结果十一 好在十三即时出现 看到真正的小梅花出现 阿七急忙整理一下妆容 换上优雅的BGM 化身情歌小王子 满身骚气地走向小十三 一向冷酷的十三在阿七的室爱下 竟流露出少女般的娇羞 但她还是一把脚掉阿七的衣服 趁着江主任垃眼睛时 带着十一套制夭夭 故事结尾 十一正在于十三倾诉父亲的不公 就在这时 十三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 当场将十一打成终伤 十三刚效还击 一个黑影袭来 三人失去踪影 地上只剩下两只凋零的玫瑰花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拉六年 在阿七没有失忆前 成为爱影刺客的阿七 都经历过什么 七年前 在苍茫的雪地上 一个大叔来的洞窟前 随手将把玩的海果扔进去 下一秒 一个庞大的雪怪出现 向大叔发动口臭攻击 可大叔也不是好惹的 轻松便拔断他的獠牙 刺穿他的手掌 随后大叔化身紫色怪物 只一瞬间便将雪怪秒杀 取走雪怪的皮毛后 大叔满意的离开 在半路上 大叔遇到一个白发男子 男人的言语十分的亲密 你要死了 大叔被瞬间激怒 正要反击 说了仅仅一瞬间 大叔就被轻松秒杀 男人叫清风 正是梅花十三的师父 大叔不过是他的刺杀目标之一 在之后的几天内 清风疯狂刺杀目标 终于被刺客组织看中 年仅21岁便成为暗影刺客中的一员 而就在第二年 刺客首领带回一个15岁的少年 正是我们的阿七 没有任何刺客任务的他 直接被任命为七大暗影刺客之一 你就是七大暗影刺客之一 代号七 首领的这一举动 让一旁的绿毛十分不开心 于是他私下里接住阿七 想要来一场较量 却遭到阿七无情的拒绝 被彻底激动的绿毛露出血盆大口 向阿七发起猛烈的进攻 阿七也是淡定的进行反击 双方打得你来我往 阿七凭借着诡异的身法 很快刺中绿毛 然而绿毛不退反进 露出自己的血红色大本牙 一口咬断阿七的刀 还在阿七的肩膀上揉下一口 原来绿毛的牙不仅可以吸收他人内力 还可以治疗自己的伤口 狂化后的绿毛打算再次发动攻击 就在这时 一清凤出手阻止两人的打斗 绿毛虽然不爽 但不敢破坏规矩的他 还是跪跪离开了 清凤早在暗处中观察很长时间 一眼就看出阿七不简单 阿七之所以没有赢 是因为他缺少一把绝世兵器 那么这么好的武器去哪里找吗 只攻不防 天下无双 魔刀千刃 就这样 阿七独自一人 千万被恶灵看守的沼泽 寻找魔刀千刃 事先回到小鸡岛 要是说江主任的名号有多响亮 就连狗狗都被他吓得不敢随地大小便 结束一天工作了江主任 回到家里 简简单单吃一顿 睡着白菜 就在这时 一位不速之客到来 好久不见 世界 来人正是绿毛 赤牙 他竟然是江主任的师弟 因为当年偷学血魔大法 被赶出天莲教 世界地向见凤外赶人 两人随即爆发大战 如今的江主任根本不是赤牙的对手 即使使出原力少女觉醒对拨 也依然不是赤牙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 并被一脚踢飞 热心的吃瓜群众本想上前帮忙 但战力过于迅速 一旁的阿七 从灵性的记忆里闪过与赤牙对战的画面 赤牙这次的目的是 想解开白莲封印 但江主任不想他被力量反噬 拒绝帮忙 两人再次打在一起 没想到小平头横插一脚 阿七直接手持大春 抵挡赤牙的进攻 但博取的赤牙很快找到小平头的死穴 直逆招便解除他的童子身 随后赤牙直接将小平头吸成人肉杆 防御力大幅度提高 就连阿七的以擎于剑 都无法打破他的护盾 无奈之下 江主任正好使出终极大招 白莲绽放 但有的前提就是 必须跟男生亲亲 而且越年轻精壮 效果越好 于是一旁的阿七就被江主任抢吻 阿七不知道的是 一旁的树上十三 正与师傅观察着战况 清凤对阿七还活着很不满 但十三表示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于是清凤便提出帮十三还恩情 另一边清醒过的江主任 瞬间年轻几十岁 打开美颜功能的江主任功力暴涨 直接吊锤赤牙 看到年轻后的江主任 赤牙不禁回想起数年前 那时的她还是一个年轻茂密的小伙子 在与师傅日复一日的相处下 暗生情愫 终于有一天 她向师傅表白 由于邦规的限制 这份感情被斩断 随后师傅被定为下任掌门人 因爱生恨的赤牙挺而走险 暗中学习禁忌的血魔大法 后来大闹门派 中伤数名师兄弟 最后遭到血魔反噬 身受重伤 从此被师傅打上封印 而江主任因为救助赤牙 而被逐出师门 回忆结束 面对越陷越深的蠢师弟 江主任直接使出净化术 想要消除她身上的血魔 没想到师弟早已与血魔沦为一体 只有杀死赤牙才能干掉血魔 望着痛苦的师弟 江主任还是无法下的去手 可是已经癫狂的赤牙开始疯狂轮杀 好在江主任 即使替吃瓜群众挡下攻击 但变身时间一到 江主任已经无力再战 赤牙趁机吸食了阿七的血液 不仅伤势全部恢复 而且功力大大提升 赤牙还很奇怪 一个破卖牛杂的怎么这么强 小飞机大宝被相继秒杀 望着垂死的好友 阿七悔恨着自己的无能 此时体内的阿七苏醒 他告诉阿七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没有人可以摆脱自己的宿命 随后阿七眼神一变 挣脱开赤牙的控制 赤牙终于证出阿七的真实身份 兴奋的准备继续六年前未结束的战斗 然而清风再次出现轿局 他想看到一场精彩的较量 清风将魔刀千刃还给阿七 随后施展出绝对领域防止万人偷看 赤牙与阿七的终极之战正式打响 阿七一清二用 左手控制锦刀 右手操作魔刀发动攻击 关键文型提示 阿七都是左手吃刀 所以这里跟赤牙战斗的是满级的阿七 而非暗影刺客阿七哦 完美的进攻都被赤牙一一化解 零一旁的清风也不停摇头 他对于阿七如今的实力非常失望 就在这时阿七身上的发型大拳掉了出来 阿七终于发现这是一本武功秘籍 画面一转 刘兰汉赖明华的身边聚集起一群高手 他们还称呼赖明华为掌门 没想到这个刘兰汉竟然是爵士高手 想起在这座岛上与大家珍贵的回忆 阿七不禁怒吼 全力爆发的阿七将手中的剪刀 化作罗熊纹 狠狠地扔向赤牙 而赤牙也释放出自己独门绝招 血摸护体 万万没想到赤牙恐怖的防御力挡下这一招 而阿七被内地掏空身体无力再斩 然而一旁的清风突然出手 直接将赤牙枕杀 原来所有的打斗都是清风的计划 他的目的就是杀死赤牙 再把锅吹给阿七 临走前他还不忘威胁阿七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杀光导上所有人 可怜的阿七大不过清风 只好默默被下黑锅 故事最后 为了小七岛上亲人的安全 阿七换上熟悉的造型 刺客阿七即将回归 他要亲自前往玄武国 向首领讨个说法 他被誉为最强发型师 向后结拜斯坦国王子 强悍的暗影刺客吃牙后 这个男人不装了 他贪拍了 我就是最强暗影刺客手机 阿七 接下来他要前往 玄武国干掉整个刺客组织 刺客567第三季 玄武国片正式开始 在某个不知名的小酒馆里 一球后冠正在嘲笑刺客组织的无能 传说中的其他刺客竟然打不过一个发型师 可下一秒 领头的胡子男便吐血而亡 在他的后颈插着一株鲜红的碧岸花 还没等其他傲人警戒 便已经双双毙命 出手的正是眼前傲人的大兄弟 而恢复平静的小七岛上 秃顶陈伯正在请阿七设计一款 沙玛特造型 你这无中生有多少有点过分吧 不过这可难不到最强发型师 可乐来找阿七玩 便遇到金光闪闪的陈伯 意外的是 阿七这次没有拒绝可乐的邀请 很爽快的答应下来 两人一起在海边花花板和可乐 临走前阿七交代一息 好好保护可乐 另一边 由于吃亚被不知名发型师杀死 刺客组织名声大将 首领亲不过 决定拍遣更多的刺客 轻角小几道 看似平静的岛上暗流涌动 他发现自己不是阿七的断手 使出生动机心打算跑路 阿七虽然用以擒玉剑救下熊孩子 碎裂的刀片 还是误伤附近的文官群众 回下路上 岛上其余人都对他避之不及 仿佛他会带来灾难 傍晚 十三在角落偷偷跟阿七告别 下次见面 两人可能就是敌人 阿七也见到神都那 他们还在昏迷中的大宝和小平桃 阿七十分快走 使自己让他们卷入到这场漩涡中 傍晚 现在此刻竹叶青龙上门跳试 这家伙的毒可以服侍一切 阿七只好拿出 衣服 花盘 催板 和小猫咪抵抗 被逼及了阿七使出 以气欲剑 然后左手右手一根慢动 走 紧身肉搏将毒难打趴 如今的小鸡岛变不危险 情风的话再次浮现在脑中 你是被诅咒的暗影刺客 哪里有你 哪里就会有杀戮 阿七不愿再牵扯到岛上其他人 他决定独自解决危机 家与小鸡岛的众人偷偷告别后 阿七穿回以前的义父 首席暗影刺客阿七 霸气回归 仅仅一个一人手 便吓着刺客不敢动他 刺客收令共是如临大敌 所有刺客暂停一切任务 全力诛杀叛徒 更有散发着宏观的妖僧留下预言 灾祸之星将至全武 最强刺客即将返回小武国 却在路上不断遭遇袭击 究竟是什么样的敌人 能让首席刺客如此狼狈 甚至在密林中被当场击杀 大宝被梦境中恐怖的一幕惊醒 他猜测阿七可能出事 于是带着小飞机到处寻找他 路上还遇到了正在给狗狗开发弹的陈伯 接下来在牛丸滩上 找到阿七的悬赏令 才得知阿七目前的处境 大宝不禁回忆起两年前的故事 那时阿七还在卖牛杂 两人去摆摊的时候 齐大宝偶然发现神医的秘密 他偷藏着一颗24K超大钻石 大宝假装自己被神医下毒 需要阿七潜入神医密室寻找宝藏 憨憨的阿七心以为真 傍晚两人偷偷潜入神医家中 大宝在外面把风 阿七负责进去找宝物 但是倒霉的他不小心触发机关 被传送到一间威治的密室 想要逃出这里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配齐十全大补汤 否则到计时结束 两旁的药龙架就会把他压成肉饼 好在阿七相亲以前看过的电视节目 在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下 勉强过关 可还没等阿七松口气 一根珠子变结结实实的撞在他的脸上 神河马总是彻彻充满着惊喜 在阿七一番连滚带爬的操作下 勉强来到神医密室前 此时门口的大宝已经等不及 他以为阿七将钻石毒吞 于是连忙进去查看情况 果然没有找到阿七的踪影 这小子竟然敢捅换前头 骑得大宝狠狠狠地吹旁边的洞子 然后他就掉到了阿七的面前 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我从上面这个洞掉下来的呀 阿七永远的倒霉蛋 在大宝一声令下中 阿七创进密室抢夺宝物 但神医早有准备 梅花装阻挡住阿七的进攻 炼弹炉里喷出熊熊火焰 骑得大宝火速烫跑 可是想到阿七拼死帮自己拿解药 于心不忍的他又会来替阿七挡伤害 大宝想放弃头钻石的计划 无数次跌倒阿七再次站起来 不断走位躲避梅花装的进攻 同时使出一气预剑 打掉神医的遥控器 眼看宝箱就在眼前 可在神医的灵魂梅花装下 还是拱溃一溃 回忆到此结束 大宝猜到阿七肯定是前往玄武国 于是将店铺转让 带着小飞机踏上寻找阿七的礼仓 毕竟没有他机械的大宝 智商感人的阿七可没法独自对抗危险 想要找到前浪玄武国的阿七 便要途经艳狱之都大理 陈设中美女如云的女儿国 为何如今恐怖如斯 连第一帅哥阿七都被打入大牢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独自一人前浪玄武国的阿七 在错误地图的实验下 误打误撞来到传说中的艳狱之都大理 据说里面全是大美女 她们生气快得阿七喝下夜汁 谁知阿七刚喝下去 人就差点晕倒 美女们脱下面具 要是我还怎么会是一群人化 可怜的阿七就这样被打入大牢 她旁边关着同病项链的喵才 这家伙也是想寻找艳狱 喵才告诉阿七 这里住着一个实恶不适的坏蛋阎王 他用法术将这里所有人变成了丑八怪 想要出去必须打败阎王解除诅咒 否则将要跟这里的公主结婚 用下一代来改善样貌 阿七忽然想到 喵才可以用背信魔音秒杀阎王 结果被告知 吉他被海浪卷走了 希望瞬间破灭 不仅有新人到来 阿七仿佛看到了出去的希望 可惜来的人正是鸡大宝 这家伙根本已经忘记去寻找阿七 本想跑到大理寻找艳狱 然后也被大梅的抓紧来了 人生再次失去希望 今后还是鸡嘴的大宝 用暴力弹变出吉他 四人大倒数为好 偷偷留进阎王的大背影 看着帅气的发型 潮流的服装 以及不忍指示的阵容 简直是恶眼睛 按照计划四人分头行动 喵才正准备发动悲情魔音 却受到阎王邪术的影响 变成丑猫 阿七抓住机会 本想引起预见 但被喵才的悲情魔音挡住去路 原来 阎王的邪术可以控制其他人 悲情魔音束缚住阿七 阎王趁机发动偷袭 用镜子袭击 阿七只好狼狈躲闪 哈赛007大宝闪亮登场 挥舞手灯手枪 打碎阎王的镜子 阿七赶忙招呼大宝 且开始什么绳子 保不备会的阎王害人生气 逃出大杀气 且灭阎王镜 只要把自己的脸照上去 就可以360度无死角 发射邪术 阿七赶忙上前阻止 大宝趁机大耳光抽醒喵才 悲情魔音发动 在这备态的歌声中 阎王不仅回忆起自己的悲惨往事 与女网友网恋奔陷 因为长相太愁惨遭对方拉黑 解除邪术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愿意亲吻对方 法术就在解除 这么久都没被人发现 只能说明 丑人没人爱 爱情就是这么一种现实的东西 故事最后 喵菜留在这里 叫阎王唱歌 阿七赶大宝在一一不舍中 告别大理 再次前往踏上玄武国的旅程 阿七走的这一天 十三穿上他送的衣服 静静坐在海边 脸上还带着几分羞涩 这时 他的姐姐十一走过来 调侃他的男人 不会再回来了 十三却非常担心 姐姐的处境 最近 十一偷抢飞鸟门武功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 对方派出大量人 手追杀十一 此时他迫切需要 一个强壮的男人 首选当然是我们的硬汉小瓶头 十一本想使出 美人机引诱对方上钩 不知道 可不可以 我不要打到我做运动 一二三 连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你都拒绝 小伙子 路足窄辣 既然美人机没有用 十一便掏出金银珠宝 准备贿赂他 可政治的大春表示 不要用金钱腐蚀我的灵魂 哎呀 这个男人就是个木头 十一只好杀出大杀气 卖惨战术 对于大春这样的直男来说 简直就是究极大杀气 大春爽快地借下护卫任务 并且表示 我们这一行 诚信经营同锁无期 全天费用只要一把五 如有损伤 全额退款 一遇小平头是外国人 十一便带着他 从秘密入口 潜入玄武国 一路上小平头尽职尽责 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堪称最敬业的护华使者 有流氓小搭讪 都被大春的金刚不坏童子身 轻松化解 十一对他的业务能力十分满意 就在这时 飞鸟门的杀手赶到 一条硕大的铁链缠绕着大春的手臂 十一看情况不对 转身就跑 但是遭到对手暗器袭击 直接被带回大本营 连这么可爱的小女孩子 你们都可以下得去手 小平头怒气之瞬间标满 用出金刚无敌大宝剑 砍断锁链 一拳打在杂兵的脸上 逼问对方飞鸟门的具体地址 梅花十一的魅力有多高 就连顶金门派的大师兄 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甚至送出祖传秘技哄他开心 小道偷奇的十一被押回飞鸟门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师兄搞的鬼 他追求十一不成 屡次收到好人卡后 恼羞成怒 误陷十一盗总秘技 还打算当众杀掉他 就在这危机关头 大春闪亮登场 望着被如此对待的十一 大风气的画风都变了 怒上心头 施展出加强版金刚不坏童子弓 飞鸟门在经历三天三夜的打铁后 才勉强破绕大春的防疫 望着奋力保护自己的小瓶头 十一不禁回想起 从小父亲便教导 挨打就要自己找回场子 所有的痛苦都要自己扛下 可现在这个男人 让他第一次体会到被保护的感觉 飞鸟门大师兄看到大春内力耗尽 便搞偷袭 想将大春带到空中摔死他 关键时刻 大春用出情笔金金七天锁 为家提出李莲华 成功KO掉大师兄 临走前大春还不忘傻帅 前往梅花山庄的路上 两人闲聊 十一建议大春做更有前途的健身教练 但大春却郑重其事地表示 保镖就像雨伞 平时没什么用 但是到了下雨天 就显得非常重要 这时 这个钢铁之男不经意间 舍出了最暖的情话 我现在 就是你的雨伞 另一边 阿气大宝再次迷路 飘到距影无比的石根国 这里的人 沉迷健身 无法自拔 大街上清一色的肌肉凶贵 好家伙 大春在这里就是个弟弟 阿气刚想坐下来点份吃的 没想到这里只卖鸡胸肉和蛋白粉 看到同类惨遭迫害 大宝很不开心 他嘲讽这些壮汉都是虚壮 此话一出 大街上瞬间鸦雀无声 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位 超大号的壮汉 他就是石根国最有名的 鸡肉猛男陈教练 究竟是何人居然敢在我地盘上喧哗 呃 是他说的 小伙子 你是不是当我撒 在明明死一字鸡 居然有人敢质疑自己的肌肉 陈教练决定来一场真正的教练 这是一场真男人之间的大战 如果阿气输掉比赛 就要把大宝送给他 蓝鱼鸡的肉十分鲜美 非常适合健身人士们使用 如果赢得比赛 就能获得肌肉胸贵珍藏的大宝贝 我就把我的宝贝送给你 财迷心求阿气立马答应下来 铁人五项第一关的项目是 铜墙铁壁 要在规定时间内 用身体破坏十八面不同材质的墙壁 分别为木板 石板 铜板 铁板 用时最少者获胜 当阿气刚刚破掉第一面墙 逆逼的陈教练已经连破树管 可怜的阿气一暖即时 惨遭固扯 他帅气的使出 以气预减 然后就被裁判以破坏规则 摸射武器 阿气还在撞的是慢头是血呀 陈教练已经用一招 点光不容钻 完美通关 第二关的内容是 胸口碎大石 对于阿气来说 这种江湖卖艺的小白戏 不顾思茫茫语呀 但是 这个石头为什么用陨石这么大呀 而对面的陈教练 则是在一阵绚丽的特效中 轻松击巴陨石 阿气零比二落后 下面就是最为关键的第三项 铜皮铁骨 简单来说 就是回合之火 阿气兴奋的表示 这个我熟呀 想当年 我跟一个金刚不坏的小平头 大战七天七夜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没想到陈教练也会金刚不坏 不止他 在场所有人都会 接着阿气就被一圈大飞 陈教练其实认识小平头 因为大春正是被他赶出这里的 陈教练很讨厌身材瘦小 没有天赋的大春 处处排挤他 后来大春就被骗到保镖学校学习 自己的朋友被人羞辱 阿气很生气 他表示 只需一招就能打败陈教练 我要赌一把 电光祸事之间 阿气一收支戳进他的肚脐眼 上次与赤牙的战斗中 阿气就知道 金刚不坏 没有大成前 唯一的弱点那就是肚脐眼 像陈教练这种人 是绝对练不到第七层的 后来 对方就像露气的皮球一样 被阿气一拳击飞 惨脏打脸的陈教练 并没有放弃 开始疯狂在一旁锻炼 随后重新恢复肌肉的他 狠狠打在阿气的脸上 但是他的攻击早已外强中干 这一拳被阿气硬生生接下 阿气告诉他 大春的金刚不坏神功 已经达到第七层 那家伙比任何人都要努力 勤奋是他最大的天赋 原来 那个自己一直嘲笑的家伙 现在已经超越所有人 行为一拢的陈教练 主动认输 阿气赢得最好的胜利 临走前 石公国送给阿气一份 前往玄武国的陷入地图 陈教授也履行诺言 将自己的大宝贝 金装赠鸡粉送给阿气 愿赌服说 我把我的宝贝送给你了 阿气与大宝再次踏上前往玄武国的路程 然后路吃的他们再次迷路 来到一处非常阴森的地方 飘着飘着 大宝变成一根长长的油条 阿气则变成胖胖的肉包 哦 看着架势莫非附近隐藏着提神使者 果然一个小鬼先生 小孩叫平安 是一个擅长意念操纵的异能者 原来阿气误打误撞 飘到了异能国 平安询问两个人过来的目的 阿气还想装逼 说自己是个刺客 然后差点被淹死在水里 连忙盖口说是发行师 平安便提出 让他们帮忙设计发行 在阿气的一番骚操作下 平安差点被剪成秃头 平安想找人打听去玄武国的线路 正好平安上个月捡到一个乞丐 好像是从玄武国飘过来的 平安就带着他们去自己大本营 还遇到了平安的朋友 分别是红发少年永康 能力是肌肉强化 以及黑眼镜叉烧 能力是火焰喷射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老乞丐居然是阿气的老顾客烂命华 这就是缘分呀 听说阿气他们想去玄武国 赖明华表示 帮他剪个帅气的发型就告诉他 剪头发对阿气来说不就是擦擦水吗 可还没等开始剪 最后被平安一脚踹飞 原来上方突然出现不明飞行物 正是我们的老朋友 斯坦国王子和萌妹子可乐 没想到平安看对方是斯坦国人 直接暴走 连劝阻的阿气也被他用大石头弹走 两个小伙伴也紧随其后 眼睛连忙召唤装甲防御 开启战斗模式 正当眼镜准备铲除威胁时 可乐及时阻止 眼镜问对方为何突然袭击 原来斯坦国经常抓易能国的孩子做实验 平安的很多朋友被抓好死于非命 可乐很厌恶王子的这种行为 但在眼睛看来 科技的进步是需要代价的 就连斯坦国每年也有不少人被拉去做实验 这种充满威力的话遭到阿气反驳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你自己还管小西 推广重来做命案 速迪再次相见 斯坦国王子能否一血前耻 打败传说中的暗影刺客呢 阿气本想闪亮出场 看到可乐出现在这里 阿气发出灵魂疑问 我到底错过多少集剧情 看到两人亲密续续 眼睛十分吃素 直接就两可乐之走 还提出跟阿气继续上次为结束的战斗 小五三只也再次加入战斗 叉烧打出一发火枪 却被眼镜的装甲全部吸收 转换光束返箱红取 永康抢走烂明华的烤鸡翅 将他们巨大化销扎死眼镜 奈何对方像这凝臭一样 四打一还差点被反杀 既然连忙钻进草丛 商量技术 突然阿气想到一条妙计 先生用岩石声动机械 平安趁机将阿气甩到空中 就连体爆天星都无法困住眼镜 好在平安将电刀划为捆线索 捆住眼镜 阿康借助叉烧的火焰 使出加强把握火拳 王子接盟召回可乐身上的防护罩 等到烟王散去 王子还是好发火伤 看到这群凶孩子如此不省心 王子发动异能干扰 小三只瞬间异能失控 王子打算彻底接受战斗 然而叉烧的铁头弓 让他的攻击出现偏差 将炮口对着了可乐 虽然王子急准枪头 可爆炸的鱼拨还伤可乐重伤 看到我亲爱的女孩受伤 王子彻底失去理智 就要开启无差别击杀模式 突然出现了赖明华 却轻松化解掉他的攻击 年轻人不要这么冲动鲁莽嘛 眼镜想带可乐回去治疗 但是这里离斯坦国有三千公里 平安提出 去地下城找治疗洗法师救治 但那里不允许斯坦国人进入 眼镜只能回避 临走前王子聊下狠话 制补好他 就铲平易能国 可乐的伤势很不乐观 需要神冬国的奇药 黑玉断须膏 王子心急如焚 连忙驾驶飞转前往神冬国求药 大法式提醒 神冬国的人脾气都不怎么好哦 王子那种臭屁的性格 很可能会无功而返 就在这时 隐藏大佬烂命花说话了 哎呀 不就是断须膏嘛 我全国的家里好几斤呢 只要走我的独家密道 比高铁都要快 两小时就能到 今天给你们一个优惠家 五十一位同锁武器 而那个密道 全是公园里的滑滑梯 在烂命花的内力推动下 阿奇亚人速度指标一百八 崇上五旋的玄武国 神秘命杀即将被揭开 这里究竟有多可怕 大家都那就是家常便饭 此时一个帅哥 正在被一群大汉追杀 就在大汉射出独阵的瞬间 阿奇猛地从下面钻出 免费享受优质的针灸服务 他的领牌还不巧掉在地上 暗影刺客的名头瞬间下爆所有小弟 黄毛大汉决定独自对敌 踏出双刀施战绝技 双头白击斩 为报答阿奇的救命之恩 小伙隐出手 他叫欧阳赞 是赞权的第四代传人 一身点赞的功夫远近闻名 穿着大汉攻击的间隙 赞哥对着他的鸽齿窝左右呼唇 把这大汉被点得毫无还手这里 只能咕咕啼啼啼离开 赞哥还好心告诉阿奇 他们要找的地方就是眼前这栋大楼 可惜呀 宣伙国没有电梯这种懒人玩意儿 想要上去 要不会飞 要不只能爬楼梯 小飞机上次附上后再飞不起来 经过三十分钟的进行后 阿奇大宝终于来到楼顶 不得不说呀 玄武第一帮会天龙帮就是牛批 开门的弟子都是实力强横的壮汉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赞命华居然是他们的老大 大宝调侃他们是丐帮 然后就被门口的降龙俯虎一顿叛奏 看来只能用计了 两个华神蝴蝶准备偷潜入 但是被两个同性未敏的壮汉识破后 再次遭到一顿毒打 无信息的二人又变身小鸟 终于成功潜入到赞命华的房间 而这神药竟然被掌门藏在鞋子里 拿到神药准备离开 却被看门大汉再次拦住 对于这种吕叫不改的小猫贼 蓝猫大汉决定直接废掉他们 阿奇赶忙使出头绪的赞脚 拿他隔着窝儿 但蓝猫大汉显然是练架子 翻手摁住阿奇的脚 叫实战师大酷刑之笑形 关键时刻赞哥潇洒登场 一招从天而赞化解阿奇的危机 不仅如此 赞哥的势力异常恐怖 以一敌二捐不落下风 赞哥知道阿奇着急救人 让他们先走一步 林料还将领牌完毕归照 看到赞哥如此将一切 阿奇答应 下次免费帮他换发型 可他不知道的是 赞哥很早以前就认识他 当年就是他当面杀死自己的师父 如果他不是刺客 或许两人会成为要好的朋友吧 故事最后 阿奇独自去找青凤赴约 他不想再让大宝他们受到牵连 于是把大宝他们骗到咪到后 独自留在玄武国 面对血以腥风 暗影此刻重返故土 玄武国下按流涌动 按照约定 阿奇来到与青凤约定的地方 一尊巨大的神印刀向前 奇怪的是 青凤本人不在这里 阿奇只见到十三 因为梅小姐平时工作危险 阿奇特意为他留了一份黑衣 短血膏 可就在他翻找包裹时 十三突然吃刀 捅向阿奇 随后转身离开 青凤里断绝师徒关系 威胁十三 让他用一把奇怪的匕首 刺进阿奇的身体 十三一边走 一边心里劝告自己 感情可是刺客的大忌呀 但终究还是心软了 结果却发现这个货 跟个没剩人一样 坐在那里吃着豆浆油条 刚刚十三的一下不仅没伤害 而且冰冰凉凉的是温舒服 就到这时 附近传来 珠子跳动的声音 下一秒 一颗血红色的佛珠 向阿奇扑去 十三急忙跳起 将珠子披上两把 诡议的是 碎裂的珠子 居然一风为二 再度发动攻击 十三使出屏障 勉强挡下 落地的圆球 合二为一 向着阴影出的人影飞去 这位 就是据说可以看到 未来的无言法师 他预言 阿奇将会成为 玄武国最大的劫难 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随手召唤三颗佛珠 尽人烧而出 阿奇一气欲进 勉强抵挡 十三换人士纠结 如果出手相助 并是公然对抗组织 就连师傅也会受到牵连 两年前 阿奇杀死玄武国的神兽 光头发射 没来得及阻止 这次必须杀了他 说完 光头撤掉自己所有的佛珠 召唤出一颗巨大佛珠 攻击阿奇 阿奇面色沉重 全力催动剪刀与日靠横 使着那个匕首突然发慢 阿奇心脏遭到重创 瞬间倒地 巨大的佛珠再次袭来 眼看男友遭殃 十三再也坐不住 使出双缝应运 改变他的轨道 这下彻底惹弄光头 但你现在是自寻死路 眼看十三就要被当场压变 可此时的阿奇 似乎已经失去理智 召唤出摸刀前刃杀向光头 光头急忙时会 困住十三的佛珠 抵挡阿奇恐怖的重击 随后光头睁开双眼 万丈监光从他身后闪出 将阿奇击退 光头认出插进阿奇身体的匕首 名叫黑玄冰刃 这种法奇会把人变为 失控的野兽 光头不再迟疑 将手中的佛珠 全部跑到空中 佛珠瞬间变大 永远是一般砸向地面 阿奇不退反进 面带和善的笑容 禁止冲向光头 可是残存的理智告诉他 十三现在十分危险 烟雾散去 光头气压地发现 他口中的赛星 此时正不顾一切地保护女孩 望着眼前的一幕 光头有点茫然呀 这跟他预知的有点不一样啊 自己到底哪里酸素了 随后敷衍地发射几道光波 便放任阿奇离开了 顶级刺客 身负剧毒 命学一线 无数杀手 蜂拥而至 一夜成名的机会 就在眼前 阿奇再也无法抑制身上的毒素 庞大的天地异象 引来无数杀手 刀骂蛋 雷花 野行狗等高级刺客 悉数登场 黑旋并认毒素 效果加重 此时的阿奇 更像一只发狂的野兽 在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敌人后 阿奇孤独地 在暴雨中穿行 他幻想着 前方就是理发店的大门 大宝正在等着他回家 可推开门 这只是破旧的寺庙 残破的佛像 被古术包裹 正静静地 为阿奇的遭遇 流下怜悯的泪水 寺庙里 寒风刺骨 阿奇圈缩着身子 嘴角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他仿佛又回到了小七岛 大宝还是那么的吵闹 调皮的可乐 邀请他参加水 将大战 所有的伙伴都在身边 大家一起晒着温暖的阳光 就在这时 那些熟悉的面孔 也在他的面前 熠熠消散 刚刚清朗的天空 我也密布 严重的伤势 将阿奇拉回现实 加好某个狂热粉 闯进寺庙 两年前 阿奇遭到刺客组织追杀 狂热粉惨遭无事 今天 他无论如何 都要跟偶像过过招 悲催的是 狂热粉刚举起武器 便被暗中保护的十三 给叼出去 夜黑风高 故能管你 白衣服脱了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十三用黑暗断血膏 勉强指住阿奇的伤势 阿奇觉得 一股力量正在吞噬自己 自己最珍贵的记忆正在消失 十三安问他 不如扶索那股力量或减轻痛苦 但阿奇不愿意妥协 小鸡岛是他生命中最真实的回忆 大宝和小飞就像他的亲人 好想回到小鸡岛 看看你穿着我送你的衣服 去海边 阿奇问十三 有没有想守护的人 很可惜 他想保护的人早已不在 但你刚刚保护了我 那我是不是成为你唯一想保护的人呢 暗影刺客的失礼有多恐怖 为追捕重伤的阿奇 所知同时出动三大暗影刺客 阿奇不愿拖累十三 独自一人带伤离开 却遇到七大暗影刺客之一的 石门惨遭对方暴打 十三醒来 发现阿奇消失不见 急忙外出寻找 神后却突然出现一位 神秘的红发美女 此人同是七大暗影刺客的 曼陀珠华 十三反手一刀 也只是看断无辜的小数 更没想到的是 大兄姐竟然还是十三的情敌 大兄姐一直暗恋阿奇 当年阿奇为了一个女人 大闹刺客组织 后来她坠崖失踪 大兄姐并偷偷做掉那个女人 既然得不到 哼就毁掉 大兄姐支出暗器 就想了解阿奇 十三赶紧上前阻拦 大兄姐认出 十三是清凤的徒弟 正好清凤也是大兄姐 喜欢的男人之一 好家伙 你就是女本海王吧 说阿奇然第三个暗影刺客 黑鸟先生 这家伙是一个斗S 以折磨对手为了 靠着一手 闪电五连鞭 所向无敌 阿奇选十三赶紧离开 毕竟我们也没有那么熟不是 在这一刻 口是心扉的十三 终于承认 他有多在乎阿奇 我今天就要带走这个傻子 我看看谁敢拦我 黑鸟突然化成成黑雾 发动袭击 十三挥刀砍去 却只是击中羽毛 紧接着 一条鞭子将十三拖进树林 阿奇本想召唤剪刀帮忙 然而毒气的前世 让他倒地不起 黑鸟如同幽灵般不断偷袭 十三来不及躲闪 身上多处挂彩 阿奇昏迷不醒 自己根本毫无胜算 十三召唤出大鸟 打算先行撤退 可他会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黑鸟野死鸟 古不其然 混化出翅膀挡住其路 原来黑鸟他曾经是飞鸟们的掌门 十一当初修炼的 正是黑鸟系的秘籍 黑鸟再度出手 重伤十三眼睛 跌落了十三信任回忆 曾经弱小的他 只能看着母亲惨死在恶人刀下 如今已经变强的他 不想再让过去的悲剧上演 十三手持双刀 沿路红光狂奔而去 灵魂的身子不断闪躲着鞭子的进攻 随后抓住时机 一招马塔菲叶 将刀刺进鞭子的缝隙 旋转跳跃 像陀鸟一样缩短与黑鸟的距离 没想到黑鸟这家伙一肚子的坏手 从肚子里射出暴雨梨花针 即使被刺得千疮百孔 十三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不断告诫自己 不要退缩 现在他有想要守护的人 另一边 阿七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两人的心灵在此刻相通 尽管十三的刀刃一惊碎裂 却还是在黑鸟的脸上 留下长长的划痕 大兄姐也难以置信 原来是阿七的摸刀千刃 填补十三断裂的刀身 那个左手持刀的神级刺客 即将归来 时隔两年 超然国曼刺客五六七的第四季 终于更新了 本期的故事将会紧随 玄武国篇为大家揭开 神秘刺客组织的真实面纱 上节目为 梅花十三的匕首 在摸刀千刃的助攻下 斩上了七大暗影刺客之一的黑鸟 而主角阿七也终于左手持剑 切换回了大号阿七 当黑鸟不仅没有死 还死死扼住了十三的喉咙 眼见老婆被擒 阿七只能坐视不管 飞起一剑 却被黑鸟抓住 正当他嘲笑 阿七的刀没有传说中快时 却被纷飞的刀刃割开了手腕 十三因此脱困 恼羞惩怒的黑鸟 从肚子里喷出了一根九转大肠 阿七堪堪躲过 却被黑鸟抓住头发 摁在佛像上就是一顿摩擦 阿七挥剑挣脱束缚 黑鸟却在此时展开了蓄力 看你怎么躲过这一招 谁知 阿七根本不躲 他将刀刃全部送进了黑鸟的肚子 这就是他的终极必杀 千刃破 黑鸟瞬间便惨遭千把刀刃破提而出 这就是施法前摇太长的后果 但奈何反派有关呀 不将武德的黑鸟怒开锁血 一边嘲笑着阿七杀不死自己 一边将它拖进了一片树林 两人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近身肉搏 阿七的剑刃不断撕开着黑鸟的身体 但他却总在下一秒满血归来 反而使重伤的阿七逐渐体力不支 为了战胜对手 阿七从背后发起偷袭 却被黑鸟发现 关键时刻 阿七闪身躲过 一缕阳光精准地照在了黑鸟的脸上 阿七趁机一箭站来 黑鸟挡住后赶忙躲到了半空中 原来他只有在黑暗中 才能发挥全部实力 于是黑鸟又一次化身茫僧 他竟要使出自己的终极形态 黑色魔鬼 但阿七从不会给敌人开大的机会 他先用刀柄狠狠轰击了黑鸟的肚子 接着一刀划开他的眼罩 阳光又一次闪下了黑鸟的眼 阿七趁机一箭展开了他的胸膛 致命的一击让黑鸟回忆起了曾经 他来自于飞鸟门 专门替门派做一些见不得人的脏活 但因为飞鸟门晋升六大派 为了门派声誉 白鸟系开始清理门户 对着黑鸟系弟子挥起了屠刀 黑鸟在和白鸟的战斗中落败 那一刻他知道了一件事 什么名门正派 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 想到这里 黑鸟的身上爆发出了惊人的插克拉 两只翅膀化身锋利的镰刀 朝着阿七的喉咙沾了过来 但下一秒却突然消散 魔刀千人在此时打了一个宝格 你的内力很好吃哦 这一次索写的外挂再也没能眷顾黑鸟 他死在了阿七的刀下 阿七惊艳的表现 让一旁观战的七大暗影刺客之一 大胸结曼珠沙华非常赞赏 现在该我出手了 另一边的刺客总部 十三的师傅 七大暗影刺客之一的清凤 进进了刺客组织的首领 他告诉对方 除了阿七 还有一个人要刺杀首领 那就是我 这就是清凤的真实目的 他故意引诱所有暗影刺客 围剿阿七 为的就是让自己有机会偷家 而他之所以会对首领刀剑相向 还是因为他的祖国清云国 18年前 为夺取清云国国宝 首领亲自带人入侵了这个国家 国王和侍卫被残忍杀害 身为王子的清凤 被埋进了废墟 惨遭火焰毁容 这也是他一直佩戴着面具的原因 清云国的一名高手 曾斩断了首领一臂 清凤就是那名高手的徒弟 他今天就是要为 自己的国家和家人复仇 只见清凤的剑滑破虚空 连水流都被他的剑气 暂停在了半空 但下一秒 攻击就被首领的侍卫拦下了 这名侍卫平日里的工作 是替首领传话 但他却是有着比所有刺客都要快的速度 施尾靠着鬼魅的身影 从四面八方展开了袭击 竟然在短时间内压制了清凤 甚至有一击险些得手 如果不是清凤内力护体 后果不堪设想 清凤明白 对方只是在消耗他的体力 活下去只会越来越被动 于是他一跃而起 用内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米奇妙妙屋 内力低微的侍卫 立刻就被隔绝在了外面 眼见清凤一步步逼近 首领终于从王座上站了起来 清凤也摘下了他 佩戴了三级的面具 为了清云国王子的子民 一场死斗在所难免 另一边的伊能国医院内 少女可乐 在黑玉盾虚高的治疗下保住了命 这可苦了为他前往神弄国的斯坦国王子 他卑微的请求医生 把药给我 否则我就杀了你 你猜人家是怎么回复他的 杀了我吧 我养生要吃太多了 条命太长 我早就想死了 对方的油盐不尽 让眼睛王子头都大了 如果他知道自己白跑了一趟 肯定血压会更高吧 见可乐平安无事 姬大宝便打算前去帮助阿七 可乐却提出了一个灵魂疑问 阿七去哪了 没错大宝根本不知道阿七现在在哪 好在天龙帮掌门赖命华给力 他让大宝去找自己帮派的门卫 让他们帮忙寻找阿七的踪迹 来到玄武国 大宝再一次遭到了小昏昏照查 但他可是有凶贵化的小飞机照着的 而且小飞机还吃了陈教练送的金装增机粉 瞬间变成了肌肉胸贵Pro Max 这给小红文吓得当场贵地磕头 天龙帮的门卫也成功帮大宝查到了阿七的位置 此时的阿七因伤势过重 已经失去了意识 不得不由十三出面对付大兄姐 然而大兄姐是个用毒高手 先是用毒镖割上了十三的胳膊 接着又狂洒毒粉 十三不得不屏住呼吸 但被毒死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关键时刻 凶贵小飞机从天而降 盛散了毒物 面对这个肌肉难 大兄姐难得吐了聚槽 大宝也在这时切换战斗形态 一同连击竟然打断了大兄姐的衣袖 大宝让小飞机带阿七先撤 十三你也一起撤 眼前两人先后离开 大兄姐不仅没有阻拦 反而对着大宝丢出了无数根毒镖 大宝则掏出了超级武器 百变盖八蛋 变成一只毒镖逃着遥遥了 没想到吧 这就是我的逃跑路线呀 小飞机则在路上 遇到了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 它正是七大暗影刺客之一的石门 小飞机和他对了一拳 瞬间就被打回了原形 就在石门即将杀死阿七之时 一根大拇指顶着了他的咯吱窝 来者竟是和阿七有过一面之缘的赞哥 他之前偷偷跟踪了大宝 但因为大宝是飞来的 而他是跑来的 所以沙沙稳当了一会儿 只可惜赞哥帅不过三秒 这个人的咯吱窝 怎么像石头一样 赞哥的点赞没能上到石门 大宝却趁机带走了阿七和小飞机 石门见状立刻从地面 照出无数根石柱 靠着一根根石头阶梯 来到了大宝面前 即将出拳之际 赞哥踩着碎石柱了上来 一记飞天生龙赞 直倒脚心 终于把石门从半空中挠了下来 石门好奇 你为什么要救阿七 赞哥冷静地表示 我有重要事情要问他 而另一边 石三在逃跑中毒发倒地 大兄姐本想杀掉他 但刺客组织却专门下达了命令 要将石三活着带回来 玄武关一战 刺客阿七身受重伤 他被送去了异能国治疗身体 就在他养伤的这段时间 一场因他而起的灾难 降临在了小鸡岛的头上 故事开始于岛上的便利店 职业班的两人是普通刺客和春风一郎 每逢深夜店内没有客人时 小鸡都会抓紧时间练习刀法 第一节 深掌运动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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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普通的刺客 正在普通的窑时 一名普通的劫匪闯落店内 呵 竟然有人敢打劫职业杀手 小鸡立刻决定 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怎么可能 是唯一啊 战败的小鸡惨遭羞辱 哼 就你 还敢自称刺客 劫匪一边抢钱 一边吃起了关东煮 他发现 便利店正在举办抽奖活动 他立刻要求小鸡拿出所有奖券 你和我一起刮 中奖送我的 我身为店员是绝对不会 拒绝这位客人的要求的 不愧是专业刺客 主打的就是一个能屈能伸 结果 所有奖券都刮完了 也没见到大奖 这让劫匪大呼上当 他打算离开 但就在转身的一瞬间 小鸡抓住机会 摘下了他的头照 这可给劫匪整不会了 我饶了你一命 你怎么还作死呢 呼啸的子弹 瞬间便打爆了灯管 黑暗在那一刻笼罩了便利店 这让小鸡陷入了恐惧 他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他不知道 自己几百块的工资 为什么要玩命 可能小人物 也会有当英雄的梦想吧 那一刻 弱机的小鸡站了出来 即使他打不过劫匪 但他依然拼尽全力 抓住了对方的包包 即便被揍到流鼻血也不放手 最终 劫匪用一记泰山压顶将他砸晕 但小鸡却将手枪打飞到了店门口 正落在厕所归来的春风一郎脚下 于是 一名劫匪被两名正义的刺客 扭送到了公安局 风波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 一名带着斗笠的男子 来到便利店门口 他向脸人打听 有没有见过阿七这个人 春风一郎认出 这个斗笠男 正是七大暗影刺客之一的白狐 白狐认为 阿七高调会选武国刺杀首领 这个行为太过反常 于是 他来到了阿七的理发店 从墙上的照片就可以看出 阿七非常重视小鸡岛的朋友们 于是 白狐对着照片挨个儿找了过去 第一个找到的人是陈伯 陈伯帮白狐 拨通了阿七的电话 白狐立刻就进入了放狠话模式 我在岛上等你 你不回来我就杀 对不起 您的电话已兴费 请您续交话费 谢谢 得 这对面是一句都没听到啊 陈伯却在此时 顺结石发作 白狐见状一发能量弹 就射了出去 竟然穿透身体打碎了结石 这让陈伯体验到了 久违的舒爽 大夫啊 您可真是妙手回春呀 然后 他就将这个消息 痛了出去 一时间 白神医的名号 在岛上的老人群体中 不禁而走 另一边的阿七还在昏迷 异能国大法师表示 他伤得太重 哪怕是世界上最强的神医 也救不了 斯坦国王子 却在此时从神农国归来 他因为讨不到黑衣断血糕 便将一声帮了回来 然后 然后 阿七的命就保住了 刚刚醒来的阿七 再次接到白狐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阿七 如果你不会来 我就杀光岛上的所有人 一边是小鸡岛上的所有居民 一边是被刺客组织抓走的老婆十三 阿七将如何抉择呢 此时的白狐已经在岛上享受生活了 有小朋友拿水墙姿态 他也只是温柔的笑笑 但 却是如此吗 白狐轻描淡写地便展开了一场屠杀 欢乐的海滩瞬间变成了恐怖的地狱 师徒阻止他的小谱更是倒在了血泊中 绝望的居民拨通了一个人的电话 那是纯净小岛协会的主任 江慧莲 此时的江主任并不在岛上 为了拯救师弟赤牙的生命 他背着对方回到了他们的宗门 天连派 这里正是两人爱情开始的地方 起初两人两情相悦 但天连派的交易明令禁止徒弟恋爱 赤牙想抛下一切和师姐私奔 有所顾忌的江主任却没有同意 正巧此时师父非常看重江主任 他连强迫带道德绑架的 将掌门的位置强行传给了江主任 这让赤牙产生了误会 原来你不愿和我走 只是不想放弃掌门之位啊 两人分手后 一些想话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有人讽刺赤牙 勾搭师姐只是为了攀龙附凤 这让他在门派内遭到了霸凌 赤牙想靠拳头找回场子 也惨遭多人围殴 赤牙不明白 我只是喜欢师姐有什么错 错的难道不是这个门派与府的规矩吗 但是兄弟的拳头让他认识到 我和师姐中间 已经隔着一层 名为阶级的后避杖了 为了让自己不受欺负 赤牙闯入了门派的境地 撕毁了封印在这里的血魔 为了获得血魔的力量 赤牙自费天连派武功 自愿成为了血魔的容器 在他的控制下 赤牙撕开那些霸凌者的咽喉 最终在伤人无数后 被老掌门一发光求封印了力量 眼见安人生命垂危 将主任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 这惹得师父非常愤怒 如果你敢帮这个叛徒 我就将你也逐出师门 没想到江主任心意已决 为了赤牙 他甘愿承受天连派 最凶狠的惩罚 在漫天神雷的轰击下 江主任年轻的身体迅速老化 这也是他如今 老得像个大妈的原因 江主任和赤牙被逐出师门后 师父也在不久后辞世 因为没有优秀的继承人 天连派很快便衰落了 江主任今天重返荒废的门派 就是为了将赤牙放入禁地的血魔池中 这让他重新获得了生命 此时的江主任已经开启了美颜模式 他想净化赤牙体内的血魔 但赤牙冷笑着表示 我现在脑子里只有杀死我的青凤 我必须要找他报仇 但江主任当然不会放任赤牙继续作恶 他用锁血魔的铁链 将两人锁在一起 你是不想让我走 还是说 不想让我穿上衣服啊 谁要看呢 合照这根锁链锁的是你俩的CP是吧 为了重获自由 赤牙向着师姐发起了攻击 但江主任靠着操控锁链 将赤牙像风筝一样甩进了墙壁 赤牙冲破天顶再次袭来 不愿伤害爱人的江主任指手不攻 很快就被赤牙踩住铁链 江主任只能还了他一记铁扇铐 铐的赤牙是扣吐喧血 他想要还击 却被江主任双掌猛胎宣扣 师姐的家暴 做了赤牙怀疑人生 他想起了被霸凌的过往 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 再一次发起了袭击 打斗中江主任用铁链 捆住了赤牙的身体 不愿说手就全的赤牙 用满力将世界壁动到墙边 亮出了满嘴的獠牙 但关键时刻 这条小狗又下不去口了 只能咬食柱发泄愤怒 江主任趁机一脚将他踹向半空 接着将内力凝结成一颗光球 朝着赤牙就轰了过去 哦 你也故意没打正啊 你俩搁着调情呢 赤牙趁机枕伤了江主任的手臂 师姐的鲜血让赤牙冷静了下来 他藏起爪子不愿再打 只见他缓缓走到江主任面前 突然傻笑着问道 你保持年轻的身体需要用密集白脸绽放 而白脸绽放的使用条件是和异性接吻 所以 你闭嘴 眼见江主任羞红了脸 赤牙不禁回想起当年的风花雪月 他想要说些什么 江主任的手机却在这时响了起来 来电的正是被白狐逼入绝境的小鸡岛居民 夜深人静时 一群猫猫狗狗包围了阿七的理发店 他们要偷袭居住于此的小鸡岛之敌 刺客白虎 渺小咪抽象的时候 给汪峰看懵逼了 还好一旁有构头军师负责翻译 汪峰立刻拿起吉他 刚打算施展摩音光耳 却被一发光球打爆了吉他 渺小咪见状 就打算带着兄弟们硬闯 谁知 白虎碾压及的战斗力 吓得猫狗们转身就溜 小鸡岛因此陷入了绝境之中 身受重伤的阿七非常难过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大宝劝他 没事了 岛上还有其他高手呢 比如江主任 哦 他现在正忙着和师弟谈情说爱呢 还有小平特大称啊 哦 他正忙着和梅花十一栋蜜月呢 眼见越劝越绝望 可乐表示 我要回小鸡岛保护妈妈 斯特国王子决定一同情了 临走前他傲娇地表示 才不是为了帮你们的破岛 我只是想让雄武国体会一下斯特国的科技罢了 两人走后 神医继续给阿七治病 他发现 阿七的体内经有三种毒素 第一种是大胸解下的情花毒 他会让身体虚弱 当过两天就能散去 第二种是十三次伤他的黑玄冰毒 会激发人的兽性 让阿七暴走 第三种是一种名为醉生梦死的奇毒 他造成了阿七的失忆 神医表示 这种毒一般是宿主主动服下 只为了和过去的自己做个了断 想要解开 需要深厚的内力在外协助 而此时 他们身边正有一个内力深厚之人 天龙帮主 烂命华 他问阿七是否做好了准备 阿七明白 他不能一直逃避下去 想要解决这场灾难 就必须直面过去的自己 见阿七心意已决 大宝也打算放手 他将磨刀千刃还给了阿七 在他们的注视下 两个大老爷们坦诚相见 终门对决 我去 好怪 再看一眼 磅礴的内力从烂命华体内奔涌而出 他们一滴不胜的灌进了阿七的体内 那一刻 一缕阳光冲破了阿七的内心 照亮了被尘封于心地的阿七 此时的小街道上 等不来阿七的白狐打算大开杀戒 一架飞船 却在此时赶到 来者正是四眼王子 没穿裤子 这名代表着科技的狠人 立刻以代表着狠活的白狐 展开了对波 王子将击汪炮 调整为击杀模式 一炮过去 差点给小鸡岛炸平了 呃 你要不要看看 你都守护了些什么 这一炮用光了王子的电力 但白狐却冷笑着 出现在他的身后 再强的威力 打不中人也没有用哦 白狐瞬间炸断了王子的一条手臂 少女可乐却在这时站了出来 他表示 王子的机甲本身就能量不足 你赢了也不光彩 不如给我们一天时间 我们冲完电再和你打 没想到白狐竟然同意了 反正等了这么多天 再多等一天也无妨哦 可乐会拖时间也是有原因的 王子曾在岛上 安装了一款能量提取器 它可以给王子当备用能源 而且江主任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只要拖过时间就有希望 于是在第二天晚上 一颗流星怀过了夜空 参观老板一脸懵逼 谁这火了还放烟花啊 然后他突然发现 这烟花怎么会拐弯啊 王子将飞船变成了高达形态 白狐却气定神仙 两发龟派气功 打爆了高达的一条手臂 王子用另一只手死死抓住了白狐 接着驾驶舱打开 一发光剑刺了过来 但却被白狐一只手就挡住了 眼前王子就要落败 可乐却在这时抓住了白狐的手 他拥有通过接触 让异性身体僵硬的异能 王子趁机发起攻击 白狐却用内力振飞了可乐 一发光球向他射了过去 只要让王子慌了 他想都没想就放弃了攻击的机会 拼尽全力将可乐救了下来 但代价就是自己的战甲 被白狐炸成了碎片 王子彻底战败 但一根舌头却在关键时刻 撅下了可乐 竟是会隐身的蜥蜴 原来他一直接受着 阿七交给他的任务 拼尽一切保护可乐 另一边 春风一郎从半空落下 靠着一发美式俱合 竟然让白狐掉血了 白狐刚刚来到小街道时 弱小的普通刺客 勇敢地挡在了他的面前 如今生死未卜 萧普的行为 让春风一郎鼓起了勇气 但白狐却用一发 沉重的大嘴巴子告诉他 你也就是个懦夫 春风一郎知道 我和你打不过是鸡蛋碰石头 但我绝对不是懦夫 于是他一次又一次被打倒 又一次又一次站起来 他坚韧的毅力 最终惹倒了白狐 致命的一掌猛拍向胸口 小街道的反抗力量 至此已全部击击 就在中人信用绝望之时 就一个人挡进了白狐的光球 他就是赤牙 没错 赤牙接受了师姐江主任的委托 前来拯救小街道了 白狐立刻推出龟派气功 赤牙却狂笑着冲了过来 竟然一爪狠狠抓进了白狐的胸口 没错 江主任解除了赤牙身上的白脸封印 此时的他能够发挥出百分之百的血魔之力 另一边刺客组织总部 清凤和首领的对决也进入了白热化 首领的剑力敌千军 几招下来就将清凤打到吐血 但清凤的师父曾经斩下过首领一臂 他临死前告诉徒弟 首领的剑能够产生恐惧的幻想 战胜恐惧的办法就是 面对恐惧 于是清凤闭上了双眼 果然成功突破了幻想 而这就是清凤唯一的机会 那一刻 他的剑如长虹灌日 瞬间炸碎了脚下的王座 转眼间便刺入了首领的胸口 侍卫竟是一台斯特国机器人 他用身体挡下了致命的一击 清凤的刺杀 失败了 但他还没有放弃 拿起剑就要做最后的挣扎 侍卫却在此时放出了一段影像 竟是中毒的十三 被大胸姐扔在了一座山谷 如果一个时辰不来救他 就会被首要吃掉 一心复仇的清凤当然不会分心 毕竟十三对他来说 也不过是一枚棋子 于是他再一次飞起一剑 却在关键时刻调转剑筋 将侍卫斩成了碎片 下一秒 他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可我显体正直的清凤 最终还是选择了十三 他机关算尽 却算错了自己和十三的感情 大胸姐在十三身上流下了毒 让拯救他的清凤也中了招 十三认为是他自己拖累了师父 清凤却显得非常洒脱 甚至直接来了一个坦白举 他将自己清云国王子的身份 以及为了复仇 利用阿七和十三的计划 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并在最后告诉十三 我最强的剑法是 清云国祖传的清云流水剑 我现在就将它传授给你 不久之后 刺客组织的追兵赶来 清凤独自对上了大胸姐 和石门两大暗影刺客 中毒已身的清凤 势力大打折扣 没过多久 便在两人的围攻下陷入被动 但所谓凤凰就是要在浴火中 溺盘重生 只见清凤单手将剑射了出去 石门全力抵挡 却依然被穿了一个透心梁 大胸姐趁机偷袭 先用铁扇割开了清凤的喉咙 接着猛刺他的肩膀 但清凤却因此抓住了他的手腕 十三的匕首划入手掌 瞬间便刺上了大胸姐的胸膛 解决掉两名强敌 清凤早已是强弩之末 刺客首领也在此时终于现身了 无论七第四季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七有没有找回过去的记忆页 吃牙和白虎一战胜负如何 清凤最终 有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我们大电影再见啦